由教育部体育署、南投县政府、南投县体育会等单位所执行的运动爱台湾2.0计划运动巡回列车 日前于民间乡中正村福德工广场举行 喉咙当天民众踊跃参与 并有专业教练指导 带着大家一起运动流汗 气氛相当热闹 在这里也真的感谢南投县所有的社团、社区 还有体育委会 还有很多的社会团体来参与 尤其是祝福团 这次也来这里白搭来给我们服务 希望大家社区、共同来打招来努力 我本身是运动大使 所以我是把财业协会带进来 就是通路的结合 就是把这一个通路也把财业协会带进来 让姐妹体验更多元不同的活动项目 这是财业协会有史以来是没有的 民众皆表示因疫情影响大多都待在家 在知道这次的活动后前来参与 与大家一起运动流汗 让身体更健康 并表示希望未来能够持续举办 因为疫情的影响 然后就是知道我这个活动 想说跟大家一起来运动 今天运动的结果就是还蛮顺利的 然后也流了很多汗 然后就是帮助身体 这次办的活动真的很好 而且晚上这个时段 大家都比较有空 希望以后能够多多来办这种活动 这次的活动 那我们县政府这边主办 那我们民间乡团委会这边协办 把这个活动办起来 那也谢谢我们这边所有的乡亲 都能来参与 然后这边跟大家就是 这边一起运动 一起爱台湾 鲜云冷血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这次活动来到民间乡 透过运动大使的带动 使地方相当活络 吸引许多民众踊跃参与 借此也能推展地方运动风气 我们知道有健康的国民 才有健康的城市 我们看到体育会非常的用心 这一次呢 打造运动爱台湾 走出户外与十三乡镇 一起来结合 今天来到我们民间乡 透过这个运动大使的带动 让我们的地方非常的活络 大家能够流流汗 对身体的健康 也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疫情期间 只有抵抗力 我们的免疫力提升 我们身体健康 才能够走更远的路 宴学再次的感谢 我们体育会的一个用心 希望我们一起来打造 运动的一个城市 让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 自从执行运动爱台湾计划以来 广受民众欢迎 此次巡回列车共有五站 日前也来到民间乡举行 賴一员也期盼未来 能够持续办理 共同打造一个运动的城市 让大家都有健康的身体 记者新闻局民间采访报导 请教授